如果您是台湾人或者对台湾感兴趣 那么一定会对这些地图有所感慨 从密密麻麻的水系到点点灯光的灿烂 从一个个知名的旅游景点到五彩斑斓的人类活动区 都让人感慨万千 人类文明在这座岛屿上传承 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与希望 今天就跟随我一个大陆普通民众的脚步 认识一下地图之下的台湾吧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行政区规划范围 包含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群岛等等 非常好辨别 您其实只要记住六个直辖市 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再除掉基隆、新竹和嘉义 剩下的就只有11个县了 目前台湾共有358个乡镇市区 24个山地乡 115个乡 35个镇 14个县峡市 164个区 6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 乡镇区分起来不是特别容易 等我们用到的时候 自然会有针对性的了解 台湾的山峰众多 有一些世界之名 在我之前的节目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所以今天我就不重复了 咱们来看水系 台湾因为地势的原因 水系确实很多 大部分都是水流湍结的 航运的价值不大 水能资源丰富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台湾河流上 总能看到水利发电站的原因之一 目前台湾河川的主管单位为经济部水利署 其列管河川分为中央管河川 跨县市河川 以及县市管河川三级 合计列管116独立水系 而地图上所汇出的河道 则远远小于台湾的河流总数 目前来说 台湾的大小河流 以及山脉之中的小溪 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因为不计其数 我们要感谢大自然的力量 让台湾有山有水 台湾的大自然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啊 满足了各类游客的需求 所以您来到台湾旅游 不看看自然风光和山峰河川之美 基本上等于白来了 我们以着水溪为例子 感受一下山川河流的魅力 着水溪位于台湾中部 发源于中央山脉河环山主峰与东峰之间 向西流至彰化大城乡之下 驻入台湾海峡 主流全长186.6公里 为全台最长的河川 流域面积广达3156.9平方公里 为全台流域面积第二大的河川 本流域东边有利物溪、花莲溪及秀古鸾溪流域 北边有乌溪及彰化沿海河流水溪 南边有北港溪、蒲子溪、巴掌溪、曾文溪及高平溪流域相邻 流经南投、云林、彰化及嘉义等四县21个乡镇 如果台湾的自然风光是上帝给的一大礼物的话 那么人类活动所造就的夜晚灯光之美 就属于另外赠送的美景了 台湾的工业区、人类秘籍区 总是透露着繁忙与烟火气息 每当夜晚 卫星扫过台湾都会留下一幅幅发光的图片 而最让人感动的是台湾周围那些忙碌的渔船 他们似乎用灯光在告诉我们 勤劳、肯干的人一定会有好收获 没日没夜的努力只为生活越来越好 只为让台湾人在世界上能够立足 台湾的夜景小周不止一次的观看 发现不管是2012年拍摄的图片 还是2017年拍摄的图片 还是2022年拍摄的图片 NASA总是第一时间发布 当然这也包含整个亚洲 但台湾的亮度总是那么耀眼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确西部在亚洲数一数二 至少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亚洲第一梯队的非常亮 有人告诉我 小周啊 台湾的灯光亮度大 说明耗电多 污染多 而且是光污染 您要这么想 那就等于我没有说了 台湾的交通发达 海陆空都让人印象深刻 高速五感支付 以及铁路的便捷 机场的密度 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可能也只有你来到台湾才会深有体会 即使我说破嘴 很多大陆网友都不会信 一个老旧破烂的台湾 在你的节目中 怎么就会变得这么好了呢? 而且这都是我们日常能看到的 地图上也都有啊 为什么呢? 我真的不想再解释了 小周虽然做了很多台湾好的宣传 但基本都是基于事实的 所以的确也没有受到很多的谩骂 这一点我非常欣慰 也是我做节目的一大动力 虽然很多人不能理解 觉得跟他们印象中的台湾不太一样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在我们大陆可以肯定的是 说台湾不好的一面是很有市场的 也是能够赚到很多钱的 如果能捎带上再说说美国的水深火热 或者西方世界的假民主假人权 那就掌握了财富密码了 但我不太喜欢这种赚钱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必须做违心的事情 虽然细心地观察台湾 解读一些地理知识 并不能迅速地收获很多流量 但至少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台湾在很多大陆人的心中 正是缺少这种纯粹的讲解和知识塑造 所以多数人的印象才是 台湾破旧啊 台湾这个地方一般般啊 已经是落寞的四小龙之一了 看了我的影片自然就会明白 都是假的 来台湾看看您不就懂了吗 最好能再消费一下 可能很多人觉得来台湾旅游 最担心的就是这里的地震了 其实大可不必 台湾属于地震带 天天震一震 司空见惯了 没必要过于担心 您看看从1900年到2019年 台湾的地震有多少就知道了 而真正像921大地震一样的 没有多少 所以您不必担心 咱们如网友所说的 把心放宽一些吧 正所谓大震跑不了 小震也不用跑啊 您说呢